OK那我们马上进入这个测试隔热的这个阶段 OK那我们今天准备了两家机器 OK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用零上的这个啊 162 OK这个就是950波段 OK那这家蓝色的就是1400波段 要怎么分呢 你看他的这个code这边啊 他有一个A看到吗 160A 刚才这个是OK 没有A的162 OK那其他牌子的话 如果你没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再问 但我们都是用以零上的为标准 因为他的数据是比较准确的 OK那我们今天准备了四个sample OK我们的Nano Ceramic的IR3590 还有我们的Advanced Sputtering 加Nano Ceramic的VK0595 VK2095 还有VK3595 Formule的啊 这三个都是Safety from Formule的 OK那我们从IR Premium Nano Ceramic Series的开始 OKIR3590 950波段 来我们看一下 950波段 OK透光35 隔热92 OK 好来 千四波段 千四波段 OK透光35 隔热97 这就是我们的Premium Nano Ceramic OK再来我们的Advanced Sputtering Formule的OKVK0595 OK来950波段 隔热93 这是VK0595透光5%啊 来再来千四波段 隔热也是93 嗯 通常千四的会高一点点 但是某些呢 它是差不多的 其实它这是一个呃 会有一个偏差 但是不会差超过5度左右 再来VK2095来950波段 隔热93 透光20的啊 这个 OK 可以千四波段 可以千四波段 看到吗 隔热97 97 OK 再来最后一个 我们的VK3595 950波段来 950波段 35透光 隔热92 OK 那来到千四波段 千四波段来 千四波段 隔热97 接近98 OK 这就是我们的 四个Sample OK 想要拿到这四个Sample的话 现在Free给你们 点击下面的Link Register 我们就马上寄 这四个Sample给你们 OK 可以去比一下 对比一下 它的隔热 跟它的透光 在接下来 我会讲一下 对比给你们看 它的透光 它的清晰度 OK 它的清晰度 谢谢